几位朋友一起打听,杨怨成也打听了一些,他可能是已经先走了,所以我来替他继续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有Facebook,大家可以上Facebook看。 机票的情形,团体。 我们先看下面那个华航,我们经过这个华航的Agent告诉我们,不是旅行社,华航的Agent。 他从,如果那一天差不多1月12号,左右12号,这是我们大客户出去的日期。 如果是去纽约来回的话,他是749块,如果从西岸转租的话,也加60块钱。 可是亚特朗诺到纽约的话,大概280块。 280块是这两天的价钱,到时候可能会换,可能是长一点,都是会Flexible,不会差太多。 可是到纽约去的话,有点不好出现,回来的时候是晚上8点到纽约,必须自己住旅馆一夜。 所以这个比较不实际。 好,那我们在下面,下面一个华航,它这个是百夫旅行社告诉我们的,也是一个Coat。 如果从洛杉约,他们现在是一个Promotion,可能一直有偶尔去Promotion,所以刚刚张世杰,张医生讲的就是这个特别Promotion。 他现在,在8月10周,今天最后一天,如果是从洛杉约往往台北,等经济上是760块,豪华经济上1160块钱。 如果是在洛杉约到洛杉约的飞机,是957块钱。 所以再加起来,这是很Special price。 这个是很值得去注意,因为他也告诉我说, 因为大家都会订嘛,后来回来的飞机不见的是你要的。 那可是如果是过了8月10号到,就下面一行那个Yellow的那个, 过了8月10号,8月15号到9月15号,再加了75块钱。 所以还是很不错一个价钱。 那他的code给我打美,就是Delta,这个机票钱, 如果是从Airline,是由Delta的Agent告诉我们的话, 他是说有个部,15个人。 他能到东京,到台北往返,1302块,可是要必须有15个人。 而且还是1月底要回来。 那Agent告诉我们,Triple Agent,本服务告诉我们的是, 1280块钱,你可以自己买票。 会不会一定要有一个group, 就是1月一定要回来的,他告诉我们, 1月27、8、29号都买了。 所以这个information是我们目前查到, 而且我们看看是不是各位想要有group的话, 要group的话,你们就可以跟我们登记, 我们大家去你们凑成15个人了, 然后你们自己group, 比如likely的去跟Agent买票, 或者是跟那个旅行社买票。 我们现在只是当中一个中间人, 联络一下收集innovation。 所以这个呢,就是大概告诉大家, 我们所查出来的价钱。 你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或许没想到Americ Airlines, 或者United Airlines, 都不一样。 这个华航跟长荣不会差太远, 就差几十块钱的difference。 所以这个是一个做参考。 好不好, 谢谢。 如果你们想要有知道group的话, 那你们请联网, 我们会请到和少白, 我当作联网人, 能跟大家收集小资料, 然后我们再给Agent买票。 我来补充一下, 刚刚讲我订的笔机票, 我是今天刚刚跟百国那个小姐讲的话, 今天的订的票, 那个所谓的豪华计商已经没有位置了。 但是明天开始, 第二个promotion还有, 但是它价钱好像跟以前一样, 但是华航从这里到洛杉矶这一带, 它的票价现在不是250块了, 他跟我讲是318, 但是呢会flexible, 所以目前它没过定位置, 它是厚的, 华航过厚的一个礼拜, Delta他跟我讲就是说, 随时票价便他就跟我过定, 所以说假如大家希望做豪华舱的话, 早点跟他讲, 把位置换, 因为那个位置卖得很快, 因为只差三四百块钱, 好舒服太多了, 所以尽量想快答, 明天他们来开门, 然后就这样, 你跟他讲后的位置, 他们给你控制一个礼拜。 OK, 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 马上打电话给张一生, 然后知道, 可是我也希望给每个人都知道,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information, 所以你们今天留下的email非常好, 我们会把这个information马上告诉大家, 可是我至少知道明天8月15号开始, 是涨75块钱而已, 可是Delta阶段也是他讲, 按照他讲会flexible, 1月12号左右回去的, 对。 诶, 这样子, 诶, 刚刚报告这些机票的, 美美, 是不是如果说今天会后, 还有人对这些机票有问题的, 是跟谁, 是直接跟旅行社还是跟你呢? 如果是真的要想买机票, 就直接跟留货旅行社买吧, 因为我也, 我也, 没办法, 因为你们要放上一部, 我们先把这个订下来, 好不好, 跟那个败福。 下面, 刚刚在黄妹妹跟各位介绍这个机票的时间, 我就问了一下校长, 因为校长最近身体有一点, 喉咙身体不太舒服, 我就问他累不累,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正好讲到今天的准备, 他就累, 但是要挺住, 双重, 所以我现在要求在场, 跟我一起讲三遍, 我说挺住, 你应该说挺住, 我说挺住, 就讲三遍, 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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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校长刚刚讲的真好, 要挺住, 哈哈, 哈哈, 真的, 校长一直在这边挺, 挺了这么久, 一定挺到最后, 挺到挺住, 挺到我们洪秀柱单选, 现在, 我们下面还有两个, 有两个掌握, 一个, 美美, 是不是, 我们宣布一下我们的分工吗, 这样子好, 后援会, 基本的架构, 是由我们三位召集人, 来, 促起发行, 但是, 在他们三个人里面呢, 也有一些构想, 说希望, 不是一个人来做事, 是大家一起来做事, 所以他在这里面有一些分工, 那当然是三个人,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 既然你们三位召集人, 你们提, 当然我们就尊重, 那除了这些事, 他们基本上的情, 如果现场你有任何人, 你觉得, 我也适合, 我也愿意, 尽一份力量, 请你, 愿意说你在做什么工作, 现在我就请, 我们黄美美, 来宣布一下, 这个, 我们的分工的, 这个, 人员, 好不好, 请站在这边好了, 不要对待那个, 来宣布。 各位朋友们, 我们这个分工, 事实上是, 用我们当年, 跟大家合作的经验, 还有这个, 建设, 希望他能够有时间, 再继续为这个, 黄秀组会员会活动, 可是呢, 我也知道很多各位朋友, 从不同的领域来, 也有个人的长处, 希望你们能够自动的, 告诉我们说, 哪个部门你愿意参加, 我们绝对欢迎, 那这个总干事呢, 我们是, 请王小瑞, 王顾文, 他当总干事, 他现在坐到后面, 今天一直在帮我们, 指挥交通在外面, 很辛苦, 那部总干事是, 陆福泰, 跟李亚欣, 陆福泰是, 我们荣外会的会长, 李亚欣是荣外会的, 那个理事, 那我们财务呢, 中华, 雅特朗中文学校的校长, 范奇军, 他会帮我们整理很好的, 很清楚的一个, 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们做美食展, 跟园院会的时候, 都是他帮忙的, 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文学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脸书了, 那是黄立勋设计的, 高悠二已经写了很多文章, 他帮他再上去, 对不起, 对不起, 公关号跟联络的是, 杨彦春还有, 王本王, 这两位线都有事先走, 事实上这方面, 大家能够帮忙的话, 都是真的非常欢迎, 你们自己, 可以报名过来, 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是绝对公开, 绝对欢迎大家来支持, 然后, 下面我们再回去, 回过, 就有三个, 回国投票, 还有机票查询, 跟那个肇事大会, 回国投票跟那个肇事大会, 事实上是两个最重要的项目, 我们回国投票, 刚刚那个李益胜已经解释了, 那我们同时回去, 是一定有个四海通信大会, 然后台北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联络呢, 就让李亚欣跟我们, 现在跟我, 我们两人来负责, 我们的助选台号, 曲学士说, 他曾经跟我讲说, 对好, 回头助选, 那如果还有朋友要想回国助选的话, 也请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联络, 机票查询, 我们刚才讲的是, 杨苑成跟曾兆汉, 还有我们自己, 我们三个一起, 把这个, 弄出一个, 项目来了, 造势大会呢, 这是, 我们目前, 是定在12月初, 我们也看了几个地方, 那个, 现在我们说, 造势大会, 我们是王虾瑞, 他要负责, 还有就是, 安邦, 乌乌泰, 还有各位, 如果大家可以有时间帮忙, 那志工方面, 我们就是有, 吴昌武, 何少白, 还有, 徐炳健, 徐炳健, 他愿意帮忙, 什么事都可以做, 对不对,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好, 那顾问嘛, 顾问就是说, 德高, 青年组, 对对, 我们青年组, 我们要终于年轻人, 曾兆汉, 就刚刚上来过我们讲话的, 还有, 张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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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一下, 也是愿意给年轻人, 还有, 徐凯, 徐凯当然已经走了, 这几位都是我们年轻的朋友, 很有前途, 我们希望利用他们的财人, 带着更好的往前走, 那顾问呢, 顾问就是说, 德高望正, 还有能够多捐一点钱嘛, 就讲白了就是这样子, 那王德, 刘文悠, 张其风, 辽少凡, 张世杰, 张元周, 跟孙秦基, 那希望有人愿意来话都可以, 其实, 我刚刚讲多句, 就是开玩笑了, 就是说, 大家能够帮忙还是帮忙, 我要特别介绍, 我要谢谢一下刘文悠, 刘文悠, 刘昕这两天, 刘昕这两天来, 他真的帮我们清理这个场地, 自己吸煥, 自己挂牌子, 非常谢谢, 也要谢谢那个, 他是金简林, 刘昕这两天, 她买了很多地方, 我们今天, 能够这么美好的地方, 能够享受就是, 要感谢他们, 现在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顺便举个照顺晚会讲一下。 照顺晚会我们已经去调查过了,因为我们想要200人以上,然后要个大的地方,又可以有些活动。 所以我们看了洗歪年。 那洗歪年当时跟我们的团友Angela来帮我们联络上,后来李之权的委员也跟我们沟通了。 他说200块钱一个table,叫Tips,那那个红酒呢,本来张其枫要送他,说他们不接受外面的就要卖过我们,是按照cost。 那在经过李之权委员又去跟他们老板沟通,所以大概现在是200块钱,20块钱一个人去包了。 那另外呢,李本俊文也去弄了韩国电视公司,他们有很大的包容可以用的。 他从4000块钱,他们愿意给我们一千百块钱,再加Tips,再加文章,还要把费进来。 这个价钱,可是他这个价钱也不错,很好,因为李之权花了很多心血。 那可是他可以接受我们的红酒自己带进去,那个红酒是张其枫,他愿意给自己钱的。 所以我们刚刚两位,三位,我们就讨论一下,我们觉得因为洗外年地址,当然比较方便嘛,比较清楚。 那个知道在哪里,那个电视公司吗?因为是比较大,而且价钱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想就决定去洗外年,好吧。 那我们是说一个人20块钱,我们刚才讨论一下,我们现在是建议,是不是一个人出10块钱, 因为我们不能是说用捐拿的圈去买,买那个送大家吃饭。 我们说门票一张10块钱,difference就是我们三位美元,三位美元造钱我们就付掉了。 所以这个完全不会辞掉大家捐拿的钱。 好吧,大家同意吗? 好吧,大家同意吗? 同意就不杀了。 好,谢谢。 目前那个SERV是他的有空时间。 是这样子,一张票10块钱,difference就是我们三位美元就会付掉。 我们会cover。 好,那你们可以照顾不少的朋友来,都可以,大家都欢迎。 那至少你们来说希望告诉我们什么人数,我们好估计可以告诉洗外年有多少人。 所以目前就这样讲,12月6号在洗外年20块钱一个人。 讲。 他有意见。 他有意见。 不是我有意见,我带着洗。 他有意见。 他有意见。 因为说现在吃饭10块钱,每个人交到10块钱。 对对对。 你们等于是如果要捐那10块钱,就交你多少块钱。 捐出来就不容易。 那本来我不想讲,可是现在我们三位美元已经,我们三位已经一个人捐3000块了。 已经是捐出去了。 所以呢,如果你们说一个人20块钱的话,那。 我支持我太太的讲法,因为我认为要支持一个选举,要热心。热心不如说话,就没有力量。 我希望去参加人,每个人都很热心。 2012年选举,奥巴马跟那个美国王,差别就差别在热心上面。 一边是非常的热心,一边是说不定当局,坐在家里头。 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活动的话,热心是非常重要。 希望来参加人会有那种热心。 好,那大家有别的意见。 倉俊总的贡献是谁? 20块钱。 20块钱。 如果,一个人20块。 你原来讲的也是什么? 那那个要,你住了10块钱的贡献,捐给后援会。 我负益倉俗,因为10块,20块,差有限。 大家都差在这边,但是就是一个心意。 我是觉得我们也不要把钱,我们这个钱是后援会。 我们,咱力吃饭比较强。 所以我负益倉俗,就是20块钱。 多的是你家的事情。 20块钱,每个人去吃饭,一桌就200块。 对不对? 其他的,我们不管。 大家有没有再次同意。 请问大家,买机票回去,如果说有困难, 我当然知道还是有人在行动上面。 但是anyway,尽最大的心意,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教室大会,考虑到大家的问题, 我们选在一个最近的人,说喜欢你。 所以,是不是喜欢你。 又是20块钱,也不要他们去吃饭。 因为他们也不会。 我知道他们从14年纪到他们都吃饭了。 他还去买军机一下。 所以说我们要体验他一下,不知道。 好吧,就这样。 刚才现在是几号。 12月6号,星期六。 我们是不是。 王霞霞,霞霞。 你是总干事是不是,大家跟你联络,你要参加的。 我们是不是这个就做成决议了。 大家都同意。 我想听大家在这一次热烈的掌声。 一个人20块。 12月6号,欢迎你们抬出饭来, 来参加我们的造势大会。 礼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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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晚饭,没有三餐了。 就是晚饭,你还想要当时就一餐了。 还想吃三餐吗? 20块吃三餐啊? 我去哪里吃啊? 二十块 晚餐一餐 星期天 请你各位 mark your calendar 星期天还是星期天 好 我等一下 我们今天大致上的主要的 任务都告一段落 但是呢 我们还 几点 几点 我们在发新闻稿 我们今天主要是 第一个 大致上的时间 地点 cause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然后是六点 吃饭不会是六点 六点的话 不会找你们九点 来吃饭 好不好 那个谁 好味国敌 不要走那么早 既然是总干事 王湘瑞 总干事 上台来 给我们讲几句话 还有副总干事 陆富泰 讲完几句话 我要给各位打强心针 来来来 王湘瑞 大家掌声 总干事 来来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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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吗 真的啦 复菜 自己医生 要 要 我们这样的好 没 你 你